荷兰将从周六开始恢复部分的封锁 此前政府下令 餐馆和商店提前关门 并禁止观众聚众观看重大的体育赛事 以遏制新冠病例的快速增长 荷兰首相马克旅特表示 荷兰人民原以为已经永远结束的限制措施 将重新实施三周 超市和非必要的领售商店也将提前关闭 并重新实施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 政府建议在家接待访客不超过4人 立即生效 从周六开始 咖啡馆和夜店将不得不在晚上8点就关门 政府还在摸索 限制未接种疫苗的人进入室内场所的方法 这是一项需要议会批准的政治敏感措施 荷兰的新冠确诊患者连续第二天超过1.6万名 刷新了去年12月单日不到1.3万名的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